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分钟一家电影最快速的回答记者提问 每回答一个问题计五分 答不上爱货回答错五几分 记住哪个情节和游戏设定最相似 打怪升级吧 听到什么样的夸奖心里会暗爽 听到夸奖心里就会暗爽 有个人夸你你当然会很开心 不管他是夸你什么 那为什么会叫程咬金 因为他叫小晶晶 然后呢我姓陈 合在一起我觉得程咬金这名字就很适合他 然后也很霸气 跟他的长相都很符合 把灵于十分的游戏中是什么职业 他应该是一个法师吧 偏补助一点的 然后就像杨玉环那样子 现在就是辅助跟法师 我觉得他都可以 用一句游戏黑话安理灵狱 金光盛开以后灵狱要提供 你知道这个吗 不知道吧 没事 懂得都懂 这部剧的感情戏 像米之前拍过的剧 有什么特别之处 就他从一开始 就不像是慢慢发展什么的 他从一开始就是感情线 表现得很明显了 用一句话描述秦烈和灵于十的感情 拥有爱情的谈恋 也能拥有面包 你本人会和秦烈处成哥们还是情侣 我本人的性格一定是处哥们 会选哪一个剧中造型 是你的手机生宝 那我会选无存的造型 玩游戏时只能用剧中角色的技能 你会选谁呢 那其实我还挺喜欢我的技能的 因为我是大地之母 就是我可以御用风啊 树啊地啊 就是这种 所有的我都可以 最近让你最开心的一件事 灵于播出啊 男女士整部剧有多少套衣服 最特别的是哪一套 什么样的风格 我觉得我都数不过来 最特别的 应该是无存的衣服 那个是真的比较玄幻 你把刚才说的造型放在游戏里 去向谁 假点吧 剧中有本戏吗 剧中其实是有的 最近让你压力最大的一件事 不好意思说 这很让我头疼的一件事 能说吗 我的小猫咪这样子 后面要回去还要洗被子 就是你们的问题 特别不像快问快答 因为快问快答都说是 不是 不会是什么 表情包模仿件 莫方一下表情包的表情 男嘉宾的加十分 共五十分 看那个嘴巴是整整的 好 下一个 胸回去 都没有服呀 这下一个 愁我 下一个是 胸图 胸图 哇下一个这个要怎么写 来 这 哇 哇 好 一眼字画像打飞所闻挑战 闭着眼在纸上完成字画像 并同时用语问其无关的答案 回答记者提问 凌鱼是喜欢情练吗 你在说什么 你来的时候吃饭了吗 我睡觉了 猫猫跟狗狗你最喜欢哪 最喜欢我自己 凌鱼好看吗 你在说什么 你觉得今天天气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的饭很好吃 你觉得自己 游戏打得好吗 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的妆法很重要 一晚下班准备做什么 卸妆 最近看了什么电影 最近我在画画 粉丝名叫什么 什么你说你喜欢我 这道题我刚才是不是问过 我刚刚说了什么 你今天有什么计划 睡觉 你什么计划 我睡着了 好 然后我们的题目结束 好 那我又看见你们 看一看 怎么了 看到没有一朵花 这是第二朵花 他们俩在吵架 表示他们长相的内容 完美结束 希望大家喜欢凌鱼 然后看凌鱼的朋友们 一定都是最漂亮最帅气 然后最可爱最幸运的人 1 2 4 2 啊